清静的跨年晚会已经连续举办了六年 那每年都吸引来上万人潮 南投县政府昨天敲定了 今年的清静跨年晚会照常举行 南投代理县长陈志清强调这里很安全 他说他已经了解了晚会地点 是不在中高灾害的危险区 而目前没有经过专家的现场勘察 县府是没有理由轻易停办的 另外清静观光协会理事长则表示 跨年办或不办县府怎么决定 业者都会全力配合